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状态 现在是北京时间40分 现在是太多了 即便拖着疲惫 但这次要去的地方 是所有人都很向往的朝圣之地 向往青岛的吴奇隆 不辣不欢的人需要去那朝圣 我觉得到了我就想了 现在可能是会被辣醒了 一名合格的电视人也要来这朝圣 粉丝迷妹们一定要来这朝圣 真的有很多明星 而且是每天每天每周每周都有 更是所有国人必须要来的朝圣之地 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城市特别激动 我现在整个人特澎湃 这里是湖南长沙 很多人都有追逐演艺圈的梦想 你参加那个是什么比赛 那个笑话大赛 为了红想尽各种办法 那个当时就跟我说什么 我保你三年之内 新联播上就会出现你的脸 哈喽 好久不见 哪有好久不见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一个月没见的喜悦当中 王一博 王一博要来吗 刚出机场 长沙的娱乐氛围先体会到了 王一博要来吗 现在这边越洋 你们都是来的 越走过来吗 不用大惊小怪 在长沙黄花机场 这种场面只是家常店饭 哇 真的在这里能处处遇到明星 能有机会见到当红流量明星 那岂不是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追星之路 少女们都是一样的 都不取车了是不是 都不取车了是不是 流星取车的Jason 和不爱追星的刘大胖 默默地为师妹们做着后援工作 最搞笑的是我们很激动的过来 不太认识 原本只是想凑个热闹 一波一波奋力一波 徒弟们却成功打入粉丝内部 如果谁开闪光灯 就把它曝光在微博上 而且不能讲 结果刚弄懂粉丝们的规矩 把想光灯都关了 不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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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对待朋友一样 Jason 可从来没把自己当作过明星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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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心的Jason 怎么能让粉丝 因为胖 而没自信上金呢 已经瘦身成功的Jason 也把自己的宝贝送给了他 可不是所有的粉丝 都有这样的缘分和运气 真粉丝就是会有这样的待遇 而不像某两位假粉 稍微等了一会儿 就没有多少耐心了 我们真的在这等到吗 其实我更担心餐厅吃不上来 吃货的本能冒了出来 师傅 你去吃饭吧 那个不等我们忙一会儿了 我们好像更想去吃饭 相比见明星 还是长沙的美食更诱人 路见不平来晚饭 我们到长沙 哇 传闻中的马兰山 长沙的标志马兰山 哇 这是第一次进去 我开一张照片 挺激动的 是每一个主持人 心持神往的朝圣所在 小哈 你好好看看 以后要做到让他们邀请你来做嘉宾 无数优秀的电视人 惠及于此 也是吃货们湖南味道的第一站 我们今天吃饭 这个地方非常搞笑 叫它的名字 曲字谐音 充满娱乐精神的长沙 就连餐厅也是如此 这是我们来长沙要吃的第一顿饭 叫做 广电鱼村 我们真的是在村子里 你来过吗 没有 只见其声不见其人的这位 是摄像师傅多年的老同学 也是一位不想出镜的朋友 来这儿也是为了碰一碰运气 它这个餐厅就是广电人都很 把它当作那种食堂 这儿的特色香菜 也吸引了不少广电人前来打卡 好久 好久来过吧 我寒冷 你来过越来 偶尔也能和明星来个偶遇 有明星吗 那那我们每种 虽然今天没有那个运气 上菜吧 好 但美食是跑不了的 你们吃鱼丸有吃过拿盆上的吗 我没有吃过也有 密度这么高的鱼丸 分量很唬人的这份鱼丸 可是他家的头牌 好香 它上面放了干辣椒 它是那个过油 油辣子 鱼汤上漂浮着零星的辣椒 看起来 我们第一个吃这么亲战的呀 有点颠覆 对 和印象里的香菜 我感觉可能是会被辣形 我们会不会太早定义了 毕竟还没有喝下去 是的 香菜的味道 还是等尝过了再发言吧 两种辣 果然是想象中那个味道 这个汤 这个可不要小瞧它 湖南人饮食的特色 就在这一口浓汤之中 它这个汤也太好喝了 很辣 很鲜美 和四川同处辣带的湖南 常年阴雨潮湿 吃辣就成了人去湿的最佳手段 湖南的辣跟其他地方辣不一样 湖南辣都是很直接的 川菜更重麻中取辣 香菜的辣则更加直接上头 这个真的很辣 好像是很辣的 对 这个汤太好喝了 太鲜美了 但却不会遮盖住食材本身的味道 它很浓郁 就是很浓郁 介于那种不是清汤 就很浓郁的高汤的感觉 鱼骨鱼肉炖烂至汤中 大大地提升了其鲜味 我喜欢 好好喝了 而纯手工制作的鱼丸 这丸子很有弹性 很有韧气 极其地弹 韧 而且我感觉这个鱼丸表面 就感觉像有很多毛孔丝的汤 那种感觉一咬就有很多汤汁 浸泡在汤汁中 又多了一层辣 简直是我最爱的鱼丸 所有碗子类我都特别喜欢 来湖南长沙的第一道菜 相当满意 他们家两大特色菜之一 我们刚刚吃了一个丸子 而这一道同样是招牌 这道菜是我觉得 我们跟想象中不一样的 在重庆咱们也吃过水煮鱼 但这一家的 水煮鱼 谁知道它是一个鱼汤 看起来更像是一道喝汤的菜 很鲜 油脂非常丰富 味道比前一道还要鲜美 是碾嘴的那种 对 它是先喝进去有一点点鲜 然后最后才有点回味时辣的 但再喝上几口就会发现 满鲜的 这个是真的鲜 味道过咸 并不适合直接喝 那再尝尝最重要的鱼头吧 这一道用的鱼是本地产的花莲 这个声音就对了 看到杰森这个反应 放心了 那个汤里的辣椒的辣味 咸 鲜都完全进到鱼肉的每一个地方 淋上咸鲜的汤汁 鱼肉的味道却恰到好处 鱼肉我觉得带着那个汤多 哎呦 简直了 铲子香姜的花莲 却丝毫没有腥味 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鸡肉有点劲 对 鲜味感 鱼肉的品质相当之高 我要吃这个饭 吃的就是一个鲜 吃到现在我觉得 每一个就连这个都是下饭的 对 再用咸鲜的汤汁搭配上米饭 哎 你别说这个鱼汤咸 泡了米饭 可你不觉得它鲜了 正好还就是配饭的 这便是香菜另一大特色了 下一个 就是说到他们家这个 这个驰鸣长沙的两道菜之一 雷椒 哇 雷辣椒好像也是那种 湖南的特色吧 雷辣椒什么皮蛋 而且 来了 哇 真的 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师傅 我让你闭不上嘴的那种辣椒 你知道吗 你得 嗯 还这样 尖椒的后劲上头了 哎 很纳闷他的表情 哈哈 他说我很浪吗 这种辣对于本地人来说 只能算是入门级 我觉得我还挺能吃辣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舌头在痛 香辣重油 极其下饭 这就是香菜的魅力 我强烈建议你们现在就拿出自己家里的米饭 跟我们一起 来这些东西放到你的饭 这一家可以偶遇明星的店 作为长沙味道的第一站 是一定要打卡的 这还只是第一天 你们现在就觉得咸和辣 后面怎么办 这一家的香菜果然是不虚此行 不过 好像目前我一直没有看到什么明星的 没有偶遇到明星 比较遗憾 今天没有明星来是吧 没有啊 没有明星 当然一向贴心的Jason 可不想让徒弟们失望 我已经大听到了 今天晚上有一个地方 有明星会出现 通过明星朋友得到一个绝密情报 那么今天晚上究竟我们能不能追星成功呢 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见到明星 反正 晚上好 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小时内是真的准备好 见明星了 是不是很灶 对 吉里瓜啦 吉里瓜啦 我没有见过一个城市这么爱打喇嘛 夜晚的长沙开始灶了起来 搞得我急三火气的在这 想见明星的心情也变得更加急躁 他找我急弄呢 这一天天的 是啊 追了一天 却连影子都没看到 好像目前我一直不过看到什么明星 我这次咋听到的就是 这是谁的店 有明星 夜晚的店 那我快进去啊 你笑 能不能实现追星的愿望 就看这一次了 先给你放个车 整个车 给上个轮子好 好 好 好香啊 明星还没到 不过菜先上来了 我们看见郭比 看见明星激动 嘴上这么说着 实际上 稍有风吹草动 为了不错过明星 还拜托工作人员守在一楼放哨 那我们放弃的那一刻 他们就会出现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 人来了 人来了 来了来了 可算等来了 我还来了 他才来了 溜溜地追了一天明星 好像目前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星星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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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他握握手 更难 这次是真的看到了 他也是汪汉料粉 汪汉料粉 我也是 Yes 你也是 我好知道 我好喜欢他 看到明星一个接一个的进来 你那边对对对我追过了 我竟然只拍清楚了一个大张围 徒弟们的心愿也算圆满达成了 吃吧 我们可以吃牛蛙了吧 来 见明星的功夫 锅里的牛蛙已经炖得相当入味了 好吃好吃好吃 入味了 真的是应该煮煮 虽然味道还不错 但却是一家成都的特色美食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为了体验一下 来尝尝最新的感觉 杰森他们还是更想吃一些具有湖南特色的 冬瓜山以前没准是个那种土匪山 你看这边都是钻山豹 什么什么烧烤站 一家提具特色的湘西烧烤 我们有个八九六六位 只有一桌客人 这回能好好吃饭了 因为这一家是湘西烧烤 却没想到就这一桌客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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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吃出了宾客满堂的感觉 连一向脾气火爆的摄像师傅 也只敢偷拍 哎呦 你这一样的 咋样 热不热的 这也太人生饼座了 而且才刚进门坐下 来 来 来 喝 我喝喝喝喝的 咱们的酒还没上 临桌就来了个敬酒的姑娘 一旦加入他们就不觉得他们吵了 酒也喝了 这回能好好吃饭了吧 香 好香哦 你不得香你不干 对 却没想到这才刚吃上几口 小姐姐想喝喝 哎 我过来混词不喝的 来 来 来 Jason他们向来不会拒绝和陌生人热闹热闹 也是断族民族 小是民族 姚族 姚族 同为讨个说法 没有酒 你能给你干这个饮料吗 为什么 没办法 咱们的酒还没来 三户酒 对 三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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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一户酒 三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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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 开心啊 好好好 咱们的女酒盛凯蒂 什么酒都能一口干 大户酒 除了啤酒 怕了怕了 就是不让我吃也香 我饿死了 我吃饭一天了 你吃点 这个排骨 肉串 好好吃 幸亏有杰森打圆场 大家可以把注意力 转移到吃上了 更不适合你 天哪 好好吃 好好吃 好香 每桌限量一份的 烤野猪排骨 香气十足 麻的 还是 对 还是麻的 那种 猪肉酥麻爽口 并没有过度的辣感 吃不要 吃 吃 油很肥 不要 这个油香 不要把它烤干了 招牌的烤野猪肉 焦香四溢 我来看这个牛油很好 不腻的原因是 它们好过柠檬 就这个是牛油吗 对 里面有牛油 特色的湘西小串 也是颇具风味 我觉得这家很神奇 因为它北架的菜味道都不一样 本想给观众们好好介绍这家湘西烧烤 我也来一个 我也来一个 但本地人的热情 让杰森他们彻底投入这种气氛当中 干杯 飞行成功 不过这一家在当地口碑很好的特色烧烤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我是潮阳锅采杰 县特区 追了一天的明星 满足了小小的心愿 是让我刘晴云成功 其实每个人多少都有点 华而不识的明星梦 我没有X饭的吴亦凡 还得一两个月吧 晚安 希望每个人都能梦想成真吧 明天 Jason试图将开启湖南之行的巡蜡之旅 真的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还会好过吗 真正体会到 什么样的蜡徒有其表 什么样的蜡貌不惊人 下面我们可以吃醉剂 你不小心 什么样的蜡暗藏玄机 什么样的蜡入口难忘 啊 我昨天又喝多了 早上起来先洗 干啊 因为它那个有迷迭香在里面 然后迷迭香就是可以镇静 然后平衡那个水油 就不太会让我这种混合皮 就是觉得很干 虽然这个迷迭香可以控油 但是因为它是氨基酸的配方 所以就正好综合了这个点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真的蛮好用的 因为我早上一般不洗脸 但现在洗了就觉得还蛮舒服的 就感觉那层油脂膜没有洗掉 还在 因为它是氨基酸很温和 而且我觉得毛孔里的 黑头好像也洗掉一些了 所以我觉得这款还不错 关注陆建不平来晚饭 官方微信 进入吃喝杂货店 如微信已升级新版 可点击任意一条头条文章 下拉至文末 长安二维码 就可以清店购买新的产品咯 心情圆缺 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 即使是XFUN吃货俱乐部 一路发展到现在 也依然有所欠缺 缺什么 缺人 非常缺人 想不出一期节目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群人为此 经过99道工序 添加81道风味 在那儿节目最终上桌 配 上线 不应当不应当 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呀 整天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们的你们 不要说我们没给你机会哦 我们需要 后期包装 平面设计 节目编导 跌商客服 新媒体编辑 以及会计 可以没有经验 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 觉得自己有戏的戏精们 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 但是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一旦加入了 等待你的将会是 见偶像 便宁员 被投胃 被日常投胃 给高级投胃 作为幸福让人发胖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在招聘 那些说 不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 不出来面包一无是处啊的人 出门隔壁 小鲜肉专幕处投递简历 不送啊